其实在这个本讲上,我觉得,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不一样的挫折,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放弃算了,可是在这个故事当中,我真的学到很多,其实不要认为自己的事情就是最不幸的。 我们必须在发生事情后,要勇敢的踏出去,今天这个梦想我们刚刚喊出去,我们就要去创造更多更多不可能的事情,今天蔡志源老师,她人生她经历了那么多,从高峰又要重新学习来,她经历的比我们还要多,她可以做到,为什么我们做不到? 这句话,我感触很深,因为有蔡志源老师的分享,我一定要做到,我一定要给我妈妈,很好的生活,这是我给我自己的目标,所以,谢谢你,再次来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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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